那里是哪一种是真的 所以他说这个世界本身也不可搞 因为世界是通过感官获得的 我们没办法知道世界本身的学历 所以世界我们可以怀疑 再而接而来 我们的身体我们都可以怀疑 而因为我们的身体 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们的肉体我们本身也可以怀疑 他说因为我明明有时候做梦 目的我没有肉体 但是我还在那儿思想 而且有时候 我的身体姿态也是 你说我现在比如说 用提高尔说我现在正在坐着火炉跟人家读书 这一点好像是确定无疑 但是我也曾经有过多少事 梦见我明明在读书 但是我醒来我发现 我觉得躺在被窝里 所以我无以判断 到底我现在是真的 还是我做梦的时候是真的 他们不清楚 就像庄州梦胡连 还是胡连梦庄州一样的 我们无以判断 因为我没有一个标准关键事 你就说我要说我现在是真的 我刚才做梦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是假的 标准是什么 没有标准 因为如果你没有标准 那你就无法说明到底哪一个更可靠 所以我也要怀疑 所以你连这个身体 而且身体也是这样 你以为我们身体身体跟我们连这样 但是有些人明明断了一条腿 打仗断了一条腿 但是明天下雨的时候 他还感到疼痛啊 他腿都没有了 但他还感到腿疼嘛 那这个腿也是个假的吧 很可能是吧 这个东西可能也都是虚假的 所以他就是说我都要怀疑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清楚明白 只有清楚明白的才能不怀疑 所有东西都怀疑 然后同样的他认为了 包括数学 这个他认为最可靠的东西 他说那可能也是假的 比如二加二等于是 尽管每次都二加二等于是 但是也可能 这本来就是一个恶卓剧的上帝 故意设计了一个圈套 每次都让他重复 每次都让他重复 所以乃至使我把错的 假的当做了真的 这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驳斥这种可能性 也许我们所获得的任何 我们以为是真理的那些 必然性的知识 本身就是一个恶卓剧的上帝 故意弄了一个圈套 弄了一个陷阱 让我们陷阱去 每次就好像玩这个游戏 改成心脑意足 实际上很难知道 它是不是个真的 也许它本身也是 所以也要怀疑 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怀疑了 最后上帝 他也说 也许上帝本身就是个恶卓 就是个恶卓剧的 他完全可能就是个恶卓剧的骗子 这完全可能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上帝 因此关于上帝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我甚至把上帝 把客观世界 把我的肉体 把所有的知识 全部怀疑掉 但是他说 我怀疑了这所有东西以后 我发现有一个东西不能怀疑 那就是怀疑本身不能怀疑 是吧 因为我在怀疑这个事实 是我亲自体验到的 我现在确实在怀疑 而且他又从逻辑上来反驳 就算我们怀疑 怀疑这些事实 还是说明我们在怀疑 是吧 所以说 怀疑本身是不能怀疑的 就是说 你如果怀疑怀疑 还是你在怀疑 因此怀疑不能怀疑 因此怀疑这个是清楚明白的 这是最清楚明白的 所以把所有东西 这些佛土 和这个沙子 全部去掉以后 找到那个磐石是什么 那就是怀疑这个过程 怀疑这种心理活动 那么怀疑是什么呢 就是思想吧 怀疑就是思想 是吧 怀疑就是一个思想过程 因此呢 这样有个思想 于是呢 有了一个思想以后呢 狄甘尔呢 他就得出了一个推理 就是 我思过在 这个地方呢 你说他是不是建立在一个推理之上呢 这个在学术界是有分歧的 因为我们说 从狄甘尔那个地方讲 他如果说 有所有东西都可以怀疑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清楚明白的 不能怀疑的 那就是怀疑本身 这一点确实是 不用置疑 是吧 就怀疑这一个事情而言 就怀疑这件事情而言 我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思想 是吧 怀疑就是在进行思想吧 进行思维嘛 就进行思维进行思想吧 它是一个过程 思想过程 就怀疑这一点来说 我们说 狄甘尔不是推出来的 是吧 这是当下感受 你把它叫做内在经验也好 你把它叫做直觉也好 总而言之 他是直接感觉到 我在进行这什么样的活动 是吧 这个不是推理 不需要推 不需要前提 不需要过程的 这是我当下直接觉得我在怀疑嘛 这件事情再清楚明白不过了 是吧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种直觉和这种经验 但是呢 从怀疑和这思想得出一个我 这个过程本身 后世遭到很多哲学家的批判 所以讲说你这个我从哪来的 哪来的我啊 识确实是有 是吧 确实现在你在识嘛 是吧 确实这个识这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体验到的 但是我是从哪来的啊 迪特朗尔从识就推出了我 所以叫我识故我在嘛 是吧 从我在思想这个事实就推出了 所以我就存在嘛 是吧 这样就把我从识里面推出来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从识推出我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这是一个分离 那么就是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凡识者必有我 是吧 然后我在识 所以有我 有我就是我存在嘛 是吧 但是问题 这个前提哪来的 你所有的知识都否定掉了 你怎么还会保留这么一个知识推理的前提呢 这个公理哪来的 凡识必有我 选拦不是一个识本身 它必须 它是个理论的 它是个公理 这个公理 如果你把所有的知识全部颠覆了 这个公理怎么就剩下来的 或者还有一种 不是推理 那就是识就是我 我就是识 迪特朗尔确实是这样 所以迪特朗尔他强调 我是怎么 他谈到我说 他说我就是一个纯粹的精神的主体啊 我认为以本质属性就是识维啊 因此只要识维就有我 不识维也就没有我了 这我和识是连在一块的 有识就有我 有没识就没我 尽管这样说 他自己也说 严格的说 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中心 也就是说 我只是一个心灵 一个理智 一个理性 不是肉体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异常的我 这是一个思想本身 尽管他这样说 但实际上呢 我们还是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偷换 因为识是一个过程 我是一个实体 或者叫一个主体 我是一个承担这个识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实质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我们可以经验的 但是这个过程 所有以依着的 依附的 就是我们在用迪克尔 罗克的话来说 那个机制 那个我 他从哪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洛克可能作为 毕竟是要比迪克尔晚的这一项 是吧 洛克很清楚的说明了 是吧 就是说我们得假定这么个机制 他还得承认这个精神自我也好 物质自我 物质实体也好 精神实体也好 他都是假设的结果 他承认是个假设的结果 但迪克尔这个地方是有点不假道理的 迪克尔就是说 那个诗就是我 我就是诗 只要凡诗就必有我 凡我就必要有诗 只要是我就是诗 所以这两者是完全等同的 是相互蕴含的关系 是相互蕴含的 那么这样一来了 有诗就推出了一个我来 所以后来很多哲学家 包括紧接着后来不久的 像休默 像康德 像后来的胡善尔 像后来的萨特 这样一些哲学家都纷纷指出 说迪克尔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超越 有个话语 他从诗里边突然从蹦到了我 从一个过程 一个心理的 一个内在体验的一个过程 一个活动一下 跳到了一个主体 一个实体 我就是一个东西了 是吧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多数分析过这个概念 那么这样一个跳跃 是一个非法的 是一个不合理的跳跃 是一个非法的跳跃 这种跳跃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他 就是诗肯定得有我 但是整个学家 他就要讨论 你这个我是个什么东西 是吧 正如后来像 休默所解构的 说哪有我 我已经跟同学们说过 是吧 只有一系列的诗 但是我们假设 这一系列是必须依附于一个主体 所以我们就假定了个我 但是这个我一定要清楚 它不是真实存在 它是个假定的 它只是个逻辑主语 而不是一个实在的主语 用康德话来说 它只是个逻辑主语 它不是个实在主语 所以逻辑上我们有必要假设这么个我 但在实实在上并不存在着一个 可以独立于所有思维过程而独立存在的我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完全是个逻辑假设 所以这样一来 笛卡尔当然 我们分析了一个矛盾 但是我们在讲他的结果 他从诗就退出了我 于是就得出了这一条命题 我诗过载 好 这样呢 由诗就进展了我 于是这个世界就有了个我了 那个我尽管他说就是诗本身 但是他还是承担着诗的那个东西 他不同意完全同意诗本身 这样一来就有了第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那就是我 这样呢 我们就说笛卡尔就得出了他哲学的 他自己叫做第一原理 他的哲学第一原理 因为所有东西都靠不住了 经过普遍怀疑以后 最后找到那个不可怀疑的磐石 那个磐石就是我师故我在那个我 这样他找出了第一个东西 这就是他第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简单的分析 这是我师故我在的这个哲学意义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我师故我在 首先他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结论 他是个直觉活动的结果 就是直接把师等同于我 是吧 笛卡尔至少是这样做的 师本身是不需要什么推理的 我刚才说师是个经验 我内在经验到我自己在师 用罗克的话来说叫反省吧 反省就内在经验 是吧 我感觉你想像自己内心关注一下 你发现你确实在师啊 你确实在怀疑 你确实在进行怀疑活动 你想想你在干嘛 你就一直说我在进行怀疑嘛 这个怀疑本身 思维本身是无人之一的 是体验到的 是内在经验的 而把师直接等同于我 我认为在笛卡尔呢 也不是推理 因为如果要推理 他就需要一个大前提 但这个大前提选来 笛卡尔是不愿意承认的 是吧 所以笛卡尔就直接把师 等同于我 就师就是我 师就我 所以他把它 他刚才一个直觉活动的结果 而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我认为笛卡尔 作为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创始人了 他正好是从什么地方出发 大家发现 他是从经验出发 他是从师这样一个体验 用洛克的话来说 他是从反省出发的 是吧 如果我们说弗兰西斯维根更多的是从感觉出发的话 那么笛卡尔恰恰恰是从反省这个事情出发了 从我对我内心的活动的关注 来开始他的这个学现构 而这个内心活动就是思维 这是怀疑 然后从思维才推出一个我来 他就不叫推出 直接引出一个我来 然后再把这个我 作为他哲学第一原则 确立起来 这个笛卡尔是做的 所以这是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这个分析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这个做法 尽管我们可以说 他在理论上 在逻辑上 在理据上 都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质疑 但是有一点 我们发现他是非常伟大 他代表了近代哲学的一个转折 用黑的耳说 说我们一谈到弗莱西斯维格 一谈到笛卡尔啊 我们就好像从经历了 金涛海南一行 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家园 我们才找到了真正的根基 在海大海上颠簸了 那么多几千年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块坚实的打击 在笛卡尔之下 他特别强调笛卡尔 他说笛卡尔哲学最为难的功能是什么 是把自我意识确定起来 同样 我们在这个诗上也谈到 我们说用这个汉斯坤这个话来说 是吧 我在后头引导 我说汉斯坤啊 当代的一个神学家 大神学家 他说那笛卡尔了 他最大的功劳就是 他把这个过去的原始确定像啊 过去我们大家把原始确定像 都当做上帝 就都得从上帝开始 是吧 整个笛卡尔以前 整个中世纪 都是这样 信仰至上 所以所有人都是要把上帝当做大天机 从上帝开始来进行演统推演 但笛卡尔呢 第一次他以自我的确定性 取代了上帝的确定性 他不是从上帝开始 他是从自我开始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这个转折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这下算意味着 近代啊 主体意识的崛起 我们说近代哲学是主体哲学 是吧 主体性哲学 他不太关心客观了 他强调自己内在的东西 那么笛卡尔是开端 所以我说 他第一次明确用自我啊 取代了上帝 作为哲学的出发点 表现了哲学中 自我意识的一种 觉醒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看 假设你是笛卡尔 同学们你想想 你现在 一切都怀疑了 从普遍怀疑 然后引出了你哲学第一原则 第一原理叫 我是国家 是吧 你现在有了一个我了 然后 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问题啊 我固然是一个 不可怀疑的东西 是你的磐石 但是你的磐石 就是那么一点小 是吧 就那么狭概 你怎么能走出 这个狭概的之后 因为我太狭概了 现在世界没有了 上帝怀疑掉了 所有知识 全部都把它清除掉了 甚至连我 只不过是一个精神 连我的肉体 我都搞不清楚 到底有没有 那么这样一个 我固然是 笛卡尔 哲学的第一起点 是他的 说完点 但是我们说 恰恰又是他的坟墓 是吧 如果他不想办法 走出我 他就被 憋死在我里面 这个我太狭概了 这个我什么都没有 是吧 又没有世界 也没有上帝 甚至连肉体都没有 就是在怀疑的 那么一个 灵宫夸舞的 那么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怀疑的东西 这是一个怀疑的过程 那这样的我选来 是不能建构去支持体系的 所以 现在笛卡尔的痛苦参加 在于如何能走出我了 如果说最初 他通过怀疑 他参加要找到我 那么一旦他找到我以后 他就得怎么走住我 怎么走住我 古往今来 可以说在西方 最好的办法 就是搬出上帝了 只要把上帝一搬出来 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笛卡尔这样做 我们后面讲的贝克莱也是这样做 莱布尼茨也是这样做 所以黑卡尔后来的总结所说 这个上帝也来就是一个大阴沟 所以说所有的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不了 只要把上帝搬出来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把这个问题就丢到阴沟里边去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说 一旦碰到难题 有困难就找上帝 一旦碰到难题 我们就把上帝找出来了 那么笛卡尔现在是 怎么样能走出我 因为我太狭隘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得找出一个广阔的上帝 上帝就是个广阔 只要有了上帝 什么都好办 这个当然前提是什么 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觉得好笑啊 因为我们同学都是 不信仰这个上帝 但是在那个时代 大家都信仰上帝 所以你只要把上帝搬出来 所有问题都解决 大家知道 刘顿我们老说 刘顿我们通俗的说 说刘顿提出了万有引力 但是这个世间追溯怎么动起来 大家问刘顿 刘顿回上不了 刘顿说上帝推那把 大家就再不敢问了 为什么呢 上帝大家不敢问 大家相信上帝肯定是最高的嘛 所以只要把任何理论问题 最后跟他在信仰里面找一个根基 这个问题就以劳永逸的解决 因为是我们在谈一个 基督教信仰非常荣誉的文化分文里面的问题 而不是像中国这种无神的环境 所以环境不一样 我们同学要理解 为什么找到上帝 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 迪卡尔也需要找上帝 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能走出狭带的自我 然后重新建立在普遍怀疑中 被否定掉的外部世界 那么只有中国上帝 才能解决作用一个理论难题 所以我们来看看上帝 迪卡尔怎么来解决的 迪卡尔就用了一个推理 这个推理我们可以把它做很细的分析 我最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 当然要发表了 是很以后的事情 而且是在境外发表 那么我就谈到 迪卡尔关于上帝证明 有三种证明 三种证明呢 是不一样 那是很细很细的 我这个地方不跟大家讲 那是学术性的问题 我这个地方实际上 跟大家简单分析了两种 一种证明叫传统的 就是埃塞伦那种证明 从上帝的观念 推出上帝的存在 那基本上就是从一 就一个完版的东西 它必然包括存在 所以上帝的客观就在 但同样前面的四点呢 尽管路数不一样 但是都可以归结到 回到第五点 前面的几点它是这样 这个倒是有迪卡尔特色的 这个同理带有迪卡尔特色 迪卡尔他现在只有 唯一可以出发的就是我吧 只有我是可以确定的 但他说 我立即就要意识到 我是一个不完满的东西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怀疑 怀疑相对于确信来说 就是不完满 怀疑就是有缺陷 你在怀疑 是吧 确信的东西 确信要比怀疑要更加完满 所以他说 当我在进行怀疑的时候 我意识到我在怀疑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本身就是不完满的 是吧 所以 那么我既然是不完满的 那肯定就有个东西是不完满的 是吧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我不完满了 那肯定是因为有东西完满嘛 是吧 所以他这样了 就是说 首先呢 我是不完满的 这是我可以感觉到的 是吧 我可以 很直截就可以反思到 因为我在怀疑嘛 所以我是不完的 我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是吧 然后紧接着就 我之所以知道我是不完满的 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完满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说了 这个东西到底 这个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个 最完满的就是上帝 是吧 我们往往西方人都是 上帝就是全知全能 全知上的最完满 是吧 这所有好的东西吧 而且把它上到最高级 那就叫上帝 上帝就是这么个意思 上帝的内涵就是这个 那么依然我们假设了 有个完满的 还有个最完满的东西 是吧 完满的当然就是说 它没有缺陷的 那么它就是上帝 那么我们心中就会有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不完满 推出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就于是考虑 我们心中这个完满的东西的观点 从哪来的呢 是吧 它就有一个问题啊 我心中 现在我已经意识到 我心中有一个完满的东西 就是上帝 那么我这个心中 这个完满的东西从哪来的 迪克尔就通过反正法 第一 它不能来自我对外之爱事物的感觉 因为我从来没有直接感觉到 一个完满的东西 是吧 我因为现在世界都被否定掉了 是吧 所以我也不可能通过我的感官 通过我的感受能力去感觉 客观世界有一个所谓完满的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 所以它第一 它不能来自于对外部的感受 是吧 它不能产生出完满的东西 这也是中世纪积院 这个学的一条原则叫 结果不能大于原因 结果不能大于原因 不完满的东西呢 它不能产生出完满的东西 只能说完满的东西可以产生出 不完满的东西 但是不完满的东西 怎么能产生出完满的东西呢 如果我心中这个上帝 关于上帝这个完满的观念 是从我心中 我自从我 这个我 这个我 自从我里边给产生出来的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我本身是个不完满 而产生中的观念就是完满的 这就不符合了一条清主义摆的标准吧 因此它也不可能来自于我的杜鹃 不可能从我中产生 而且呢 它甚至还认为 我们在上面写 而且甚至还认为 这个完满的东西 还不是对这个不完满的我的否定 我们可以说 它不是来自外在 也不是我们产生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意思说我们不完满吗 那么我们就会否定吗 既然我们不完满 那肯定就应该有个完满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不完满的我的否定 而得出一个完满的东西的观念吗 但基特尔说那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基特尔说 如果你先不知道一个完满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你是不完满的呢 是吧 当你知道你是不完满的 是实际上你已经知道有完满的 否则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不完满的 是吧 但这个看起来有道理 当然我们也说 它实际上也是有些进步去推销的 是吧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那你叫心中先就有了一个完满的东西 然后才一个不完满 是吧 那就不是从不完满的东西里面 得出了一个完满的东西 这个当然我们说 这是很细致的问题 但基特尔看起来说的是有道理 因此 它不能来自于外部 不能来自于我们心灵的路见 甚至也不能来自于 对一个不完满的自我的否定 那么这所有可能性都否定了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一定是一个完满的东西 把它放到我们心中来 只有这个可能性了 没有别的可能性了 那就一定是一个 在客观存在的完满的东西 它把这个观念塞到我们心中来了 通过一种天赋的方式 与生俱来的方式 赋予到我们了 因此 这也可以证明 从我们心中有一个完满的观念 这个观念不能来自于外物 不能来自于对外物的反应 不能来自于自我的杜眷 也不能来自于对不完满的自我的否定 因此它只能来自于一个客观存在的完满的东西 是它天赋于我们这些观念 这样一个论证里面 它就得出了上帝是存在的 这是迪卡尔式的一个论证 同样的 它同时又重复了安舍人的论证 就是一个完满的东西 它就无所不包 如果它不包的存在 它就是不完满的 它就有缺陷 因此它必然存在 这个观念 这就是重复安舍人的 而且它甚至还用了很多 比如现代 用它那个时代的科学 特别是那个时候的数学和几何学 来证明这个 它用三角形来说 它说正如我们 一想起三角形 我们就想到它 它就肯定跟三角形那角 得180度 连这一块 三角形有三个角 三角形的内角 得180度 连这一块 所以我们一想到三角形 就一定会想到 它三个角 得180度 就如我们一想到一座山 就一定会想到一座谷一样的 因为山就离不开谷 这个山是这样的 那谷就是这样 这就叫谷 有山必有谷 你不可能想到山的同时 不想到一个谷 你不可能想到一个三角形 不想到它的内角 和得180度 同样 你不可能想到一个上帝 这么一个最完满的东西的时候 想到它居然不存在 你不可能这样想 因为它是完满的嘛 完满的东西怎么可能有缺陷了 如果不存在就有缺陷了嘛 这个观点其实看起来啊 大家看 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后来呢 康德是对这个观念进行 系统的批判 那批判的非常厉害 康德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放在讲 康德 我想邓老师会跟你们讲 这个批判 这是两把事 这个比喻实际上是有点不当比喻 不当比喻 就是迪卡尔很能 迷惑人心 那么这样呢 我们是要休息了呀 有没有讲